Rose Wireless Go 2 模式麥克風 這支影片當然不是Rose 贊助提供 而是我貨了金錢給他們 買這支Rose Wireless Go 2 模式麥克風 不是一支 應該是兩支的模式麥克風 為什麼會買這支影片呢? 這支影片也不是評價片 我主要是想說它有什麼功能 對比第一代多了什麼功能 以及如果你是15-16 在想要不要買模式麥克風 也可以給你一點點意見 所以這支影片並不是贊助 絕對不是廣告 你買它的話我完全不會收到任何好處 首先開箱 我特意拿回第一代的 Wireless Go 出來 與Wireless Go 2 的對比 其實盒子不是大了很多 這支影片是標明的 是澳洲製造的 我們現在開箱 其實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Wireless Go 是可以就這樣扯出來的 可以就這樣扯出來的 但是現在我這個有點撞爛了 我現在這個就不行的 那你就要自己戒掉它了 它都沒有做到說 你可以有條東西給你一扯 其實這個不是的 這個是純粹我自己 那間供應商寄給我的時候 它自己戒爛了 即撞爛了 所以就不是這樣的 開出來 當然是會有一個說明書 其實它也是這樣包住的 說明書 有這個袋子 其實我自己原本的袋子 我也沒有用的 然後這裡就有所有東西了 這次就給了我們三個防風罩 如果你買的話就會有三個 那這裡 這個就是接收器 就有兩支咪 即是傳承器 而這個套子 它就可以 叫做放了三樣東西進去 那當然其實就應該不會怎麼用的了 那我做工都叫做 叫做環可以 有少少屁線 都叫做OK 那叫它帶著所有東西 然後它跟過來還有些什麼呢 有這條新的3.5mm的線 其實它舊的 其實我比較喜歡的 因為是這一種線 那這一種Fat cable 即是扁身的線 其實它都可以屈曲 但是沒有這隻那麼有彈性 當然我是比較喜歡這一隻 其實你這樣看都看到 其實它是長一點的 這個舊的線 這個新線是短一點的 對呀 你現在是在聽這個舊的 這個 我正在使用它 然後就跟了三條 這三條就是USB Type-C 去USB-A的線 亦都是用來充電 以及通過Data 即是如果你用這個電腦 去做一個 Firmware Upgrade 就要靠它了 當然 基本上其他可以用到Type-C的 都可以做到的了 Firmware 升級方面 插電腦 就要開Volcentral的Apps 其實你一插了一個接收器 它就已經會問你 是否需要做一個 升級 我們現在就更新 它就需要等一會 當然就需要插線 即是你的接收器 就要插線到電腦 它才可以做到一個升級 它才可以做到一個升級 其實完成了之後 它就會多了更多的東西 你也可以在這裡控制到更多的東西 我這段影片就不詳細和大家說 升級之後有什麼功能上的大轉變 那就是這麼多東西 沒有什麼的 就是三條線 以及三個防風扎 一本Menu 就是這麼多 沒有其他東西了 介紹一下它的功能 當然它就是一個兩米的系統 兩個傳承器 一個接收器 下面就有兩個按鈕 BPA的按鈕 和好像有個Mule的按鈕 其實它是可以Mule了兩支咪 其實本身Mule 也有一個開關按鈕 同時也是一個Mule按鈕 譬如我現在這支 我按一按 你會看到 它會有一個Mule的標誌 現在就沒有了這邊的聲音 其實兩支咪 是共用同一條Track 但是可以分左右聲音 所以你後期的時候 是要做一點點 這裡就不多說了 而你升了做最新的1.6 我現在暫時是最新 其實你是可以在接收器 開支咪 那怎樣做呢 首先我們就要選擇 Mule的那支咪 就是1號咪 按另外這邊的按鈕 就是1-2這個按鈕 按回去 你現在看到選擇了 再按一按 那你就會看到 現在這支咪 就開了 那我現在放近我一點點 那你也會看到 其實 這個Level是兩邊不同的 那後期的時候 其實是要做一點點 我現在就在減30BP那裡 那如果我按一按 那你會看到 它是每3.3BP那樣減的 那現在負24 負21 負18 如此類推 那這樣減 而你會看到 在這個 那裏的接收器 它是可以顯示 三樣東西的電池 那其實舊的版本 是都有的 那但是呢 就沒有顯示得那麼仔細的 如果你用過的話 那你都會知道的 那這個是開關鍵之餘 那是馬上的 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 轉為一個節省電模式 那你要看到 那你會看到 這支點 其實是細了 那可能 就不太拍到 那這個點 那這支點是說什麼呢 就是那些螢幕 可以沒那麼光 那你見到 那它現在就 進入了一個 其實沒有發光的模式 其實舊的版本都有, 但其實舊的版本的螢幕不是很光亮 我都是長期開著最光亮的 其實它本身不太吸電, 也說宣稱可以用到七小時 所以這個功能我比較少用, 反而我想看多一點資訊 如果我們兩個按鈕, 會有什麼情況發生呢? 等一會後, 它就會變成一條下距 其實下距的意思是什麼呢? 下距並不是說某一個頻道會消失, 不是的 它是將兩個頻道混合在一起 即是在後期剪接的話, 它就會分不開 這個功能我覺得不太好用 我建議你會分開做2channel 所以我們再按一按, 變成2channel 後期剪接的時候, 就會方便很多 功能上先說到這麼多 先說一下價錢給大家參考一下 Wolf Wireless Gold 2 現在是在做299美金 如果你是美國, 基本上都是工價 在香港我就不知道價錢 在澳洲的話, 大約, 因為澳洲有幾個價錢 大約是399澳 而舊的Wireless Go 是不是算是舊呢? 還是舊 但仍然在生產 它是賣240多澳 其實大家相差是8多澳 可能有時會有些折扣, 它會送多一點點東西 有什麼好處呢? 兩者的分別 當然第一件事, 也是我最想要的就是 一組就已經有兩支咪 你亦是不需要配合的 其實這個也是剛剛推出Wolf Wireless Go的時候 人們會問會否可以推出多一支咪 這支咪的功能 而且, 為什麼說它這麼抵用呢? 原因就是如果你插電腦 或者用IOS或者Android 用Apps的話 它是可以做錄音機的功能 即是說, 你不單止將它輸入到你的攝影機 它本身的記憶已經可以錄到官方話 最多可以錄到7小時的語音 所以這支咪的功能 非常好用 而且是2channel 都可以錄完 即是說, 另外有一個Bell file 但是這支咪的功能 如果你不連接你的IOS 或者Android 或者電腦的話 就用不到的 即是這樣按是用不到的 所以這支咪的功能要記住 但是, 功能上真的有很多東西更新了 最主要的升級當然就是這個Dead Cat 其實你看到我現在拿著 它已經是不掉了 對比舊這種 它舊的Original 其實那時候有條Review片 都給大家看過 是幾容易掉的 一拼就掉了 你一掉了 就 啪啪聲啊 有風吹啊 也有問題 所以 這個也是為什麼我要買多一支夾咪 我之前也有說過 其實我不太喜歡 那現在它 就真的可以叫做不需要用了 因為它就這樣已經可以了 有一個Dead Cat 那你用回這支咪 也都沒問題 因為 它仍然都是給3.5mm 它一樣可以用到 配件上它是用到的 譬如這個配件 這個也是我另外再買的 譬如我想 如果想做一些interview 的東西的時候 幫人家做一些街訪 這樣的話 你也可以這樣 就好像多一支 別人容易看到的咪 也是無線的 那現在它一個 已經可以做到 那當然是非常方便 它也可以當作是一個 無線的裝備 這樣去用 最簡單 譬如你用一個 Rose的 Shotgun咪 Rose的VideoMicro 這支也是非常多人用的 你可以把它夾住 譬如你用回一代也可以 有時候都會這樣做 我會把它這樣搏 它已經可以做成一個 無線的Shotgun 你可能不知道 在哪裏 這樣做一個無線的系統 它可以給你錄 也是非常方便 那現在Rose Wallet Go 2 當然是更加好 可能你隨便有一個位置 拿著它 用來做一個收音 現場收音 然後你自己帶著一支 它已經可以錄到 那真的非常方便 說完好的東西 也有說少少不好的東西 其實我呢 有買到Rose的磁石 那其實呢 這個原本我是用在第一代 我現在就把它放在二代這個 都是共用的 那為什麼我說這東西 就不太好呢 既然它都出了新 其實它後面這塊東西 你只要做是鐵的話 那就可以磁石 那我現在又要再加這個東西 這塊其實正正是一塊小的鐵 那因為又要再加多一塊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 亦都不可以直接夾下去 即是如果你拉住了的話 那所以這東西呢 我就覺得 其實它可以再做好一點的 如果你 不需要兩咪的系統的話 那這個呢 就可能對你來說 貴了一點點 因為 現在普通的單咪的無線咪 譬如Wolf Wireless Go 那它現在的價錢呢 就蠻漂亮的 雖然它很多地方官網 就賣一九九美金 但是呢 其實都很多時候在做特價 那所以呢 呢 Wolf Wireless Go 仍然都是一個叫做不錯的選擇 如果你沒有這個 錄多條Track的需要 亦都沒有需要另外一個錄音機的話 其實它本身已經可以做到一個 非常之不錯的一個Wireless System 單咪系統 所以如果你沒有需要 可能你沒有需要要做兩個人的收音 那這個就可能未必適合你了 Wolf Wireless Go 可能就適合你多些 那如果你只是想著 我想好像飛支咪 不知道去哪裡 用這個東西 那你也可能是Wolf Wireless Go 也算是非常值得玩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兩個人 兩個收音機 或者你另外想去 收一個環境聲 亦都有一個訪問聲的話 Wolf Wireless Go 2 這支咪 我認為是2021年4月為止 最底最底買的 無線咪系統 當然啦 底就不等於是最便宜 我說是最底不是最便宜 好了 那這條影片就先說到這裡 See you next vostro影片